Hello, 大家好, 殷英月Johnson 今天是2021年7月29日 最近政府有開了新一輪的經屋申請 很多問題, 我的最主要的觀點 之前已經在片中講過了 或者和媒體都講了很多 沒有打算特別去講 但是有些朋友都覺得 越來越是講一講 看看現在的情況又如何 或者之後的樓市簡單地講一講 結果越講越火滾 就決定分兩集 大家看完上集之後 記得看下集 還有記得訂閱、 Like 和 Share 給朋友 總括而言, 澳門的高樓價問題 或者住屋難的問題 是不可能通過今次的經屋 重新開隊或者現在的經屋政策 或者特區政府 推出所謂的五個階層的 置業階梯的房屋政策 可以解決得到的 正道上來說 澳門的房屋問題 將會更加艱難 之前特區政府 從新開始新一輪的經屋申請 在新城填台A區 大概有五千二百幾個經屋單位 這次是經屋發修訂之後 第一次的公開申請 很多網民、市民都反映 價格相當高 大概建築面積的話 是四千元一呎 如果計實用面積的話 是五千元一呎 一房的售價 即T1大概是兩百萬 兩房的售價 二百五十萬 三房就三百萬 售價比以往的經屋 大幅上升 所以引來很多市民的不滿 在去年經屋法修訂的時候 我已經向傳媒說了很多自己的意見 新經屋法的修訂方向很有問題 是很不合理 對一般打工仔的影響相當大 政府根本沒有一個房屋的政策 也沒有一個公屋的政策 所謂的五層式的置業階梯 根本是不合理的 可惜我當時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的時候 儘管都收到不少回響 但是總體而言在立法會裡面 沒有什麼議員就這些問題出聲 還有很多的議員 或者社會上也有不同的人覺得 新的經屋法的修訂方向好 去投資化好 結果這條法律就這樣通過了 但是直到今次 政府推出新一輪的經屋申請之後 很多市民終於發現了問題 他們覺得五千元一呎就相當鬼 質疑著特區政府根本在托市 很多人會說現在有很多私樓 都是賣差不多價錢 一般來說都是二手的私樓 另外也有人說 在路環的豪宅 現在都是賣六七千元一呎 五千元一呎的經屋 有沒有競爭力 抵不抵 對不對 平程而論 在路環那些豪宅 真的賣六七千元 二手都是有的 但是那些面積比較大 所以加起來整個單位 那條數都是幾金下的 京屋五千元一呎 當它是 面積相對小 相對來說 跟豪宅來比 是二入口一些 客觀來說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以京屋來計 我覺得五千元一呎 這個價位 其實真的太高了 地產業界 今次也很坦白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理事長關偉林相信 市民對申請京屋有保留 自房屋局公佈 預料京屋實用尺價 約五千元一呎之後 樓市活躍程度有所提供 但以細單位和二手市場方向發展 不少貨尾坤改為細單位 務求符合八百萬以內的出售條件 他就解釋 京屋永遠勝經 加上五千元的尺價 買京屋等同貶整 相反 私樓便有機會 隨著社會的發展 而有所升整 因此細價樓 將會有很大的市場空間 但是他形容這種情況 是不正常的 至於未來樓市會怎樣走 比較複雜的這件事 我也沒有這個能力 為大家指明方向 亦都不想做燈神 我自己去評估的話 我覺得澳門樓市 未來那段日子 短期之內 橫行的機會亦都是比較高的 最主要有兩大因素 第一 環球疫情依然是未完 儘管有疫苗 但是疫苗的分配不均 總體數量不足 等等的問題 令到環球的經濟 或者環球有很多東西 亦都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會看到 原材料價格 其實近幾個月 又升了很多 有很多政府 特別是歐美政府 亦都準備 因為大開印鈔機 即是印銀子 預計未來資產價格 就會上升 即是樓價大有機會上升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有一件事 比較吊詭 正正因為環球的疫情 依然是未見底 加上政治的爭拗 地緣政治的因素 亦都影響了環球的經濟 澳門更加不用說 因為國策的改變 因為全球經濟形勢的改變 澳門的博彩業 亦都很難回到以前 你們都說了N次 澳門的經濟 將來 我想有一段很艱辛的日子 要走 澳門的樓價 真的找不到一個 很強的升值空間 所以正正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兩大因素 互相拉扯之下 現階段真的很難去評估 未來樓價的走勢會怎樣 我們也是這樣想 發展商也是這樣想 炒樓的人也是這樣想 所以觀望的機會 相對會比較高 橫行的機會也會比較高 你說忽然之間大升 忽然之間大跌的機會 就不高 但是這裡最後要強調的一點就是 買不買樓 什麼時候買樓 買幾季的樓 這些純粹是自己個人的決定 自己個人的判斷 要看回自己的能力 以及承擔風險的能力有多少 才做出一個決定 最重要審慎審慎 再審慎 現時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 或者他們經過收法 或者將來隔屋的思維 很有問題 當中有很多矛盾位 例如 特區政府看到現在樓價確實高 他們也看到現在有很多空置單位 最新的數據顯示現在澳門空置單位 大概有萬四五個 但是他們不想私人的樓價下跌 也不想因為樓價太高 所有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 將木剛投向荊屋或隔屋 所以想出了五層式的置業階梯的房屋政策出來 但是根本是不行的 而且是特區政府的政策 將這個階梯自己打斷了 按特區政府現在的思維 他們就變成了一個發展商 是要賺錢 大家聽到業界講 其實現在澳門 每一呎樓面 它的建築成本大概有兩千元左右 哪怕是豪宅也好 都是兩千松而已 一般的房子兩千都不用 你買到五千元一呎 其實你的利潤相當高 有人形容這個是暴力 平情而論 你說政府要幫助共滿市民 但是也不想虧太多 這個也是合理的 打和或者賺少少微利 我相信社會也是接受的 但是如果賺成倍幾兩倍賺大錢 經過業主連保值的能力都沒有 我相信很難是叫市民去接受 可能還有人說 現在私樓一呎大概賣到九千多一萬元左右 現在經公才賣四五千元一呎 依然是有一段距離 還不值得 一定要分開講 沒錯 五千元和九千多到一萬元 事實上是有距離的 但是這兩樣東西是完全不同性質的 你私樓是一個完整的私人物業 你有保值有升值的機會 而升值保值的機會 亦都是比較大的 但是你現在去賣的經屋 你要原價來賣給政府 是一個另類的負資產 亦都不是一個完整產權的私人物業 其實不是一個私人物業 你只不過賣了居住權 你的購買力 你的財富 不會因為社會發展 而有所提升 相反 你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因為通脹的問題 你的購買力 你的財富會不斷地縮水 這兩樣東西的性質 完全是不同 阿淑優淑 相信大家 亦都有思考 不用我這裡多講 另外 亦有人說 其實有什麼所謂 我自住而已 都沒有影響 短期內 其實那個影響 真的看不到 但是那個影響 是相當之深遠 是長期的 十年之後 或者五年到十年之後 影響就會慢慢浮現 亦都要看回 經屋業主自己的年齡 或者他的家庭結構 是怎樣 舉個簡單的例子 OK 如果你已經是四十幾歲 四十幾五十歲以上的 兩夫妻 或者是兩老 其實家庭結構相當穩定 亦過了一個家庭發展期 確實 余特首所說 京屋可以住過小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成員比較多 五年或者十年之後 你的小朋友會長大 你的家庭會有變化 當他們有家庭成員 想置業 想結婚的時候 你就要買另一層樓 要提到你的財富積累 有幾多 很實在的問題 但是你的家庭 就不是你的財富 也不代表你的購買力 你如何幫得到他們去做這些事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家庭 就是父母按了自己的樓 去找些錢出來做首期 給子女去供 將來 父母連這個能力 連這個東西 都做不到 影響其實是相當深遠的 現在京屋申請人 他的下一代 符合相當的條件之後 亦都可以去申請京屋 但問題就是 我們到底是鼓勵人 通過自身的努力 去爭取自己的財富 去累積自己的財富 不停地向上爬 向上流動 這個才是一個 比較正向的社會 我們不希望 住京屋的人 世世代代代都要申請京屋 世世代代代都在這個循環裡面 有人說了 他住在京屋 那就不錯 不需要擔心住屋的問題 他就可以盡情地發生 發展他的事業 可以去存錢 可以去投資 或者可以去做生意 去創業 一樣可以向上流動 創出他自己的新天地 這個當然是對的 我們也很鼓勵這樣做 你好 他做生意 又找到一份很好的職業 又或者是投資有道 又找到錢 那就真的恭喜你了 但是 我之前的片段也有說 一般人其實 都是穩穩陣陣去打一份工 說是業有成 或是創業有成 飛望騰達 畢竟都是少數 以政府現在的房屋政策 經屋政策的思維 一般人 一般的打工仔 不可以通過自己的物業 做到一些財富效應的話 他的下一代 或者他自己 希望憑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但相對來說 困難程度就高很多 因為全世界 我講的是全澳門社會 都是在玩這些財富遊戲 都是通過自己的房子 或者通過一些資產的投資 而實現得到 或者幫得到自己一把 是向上流動的 但是 拜訓那個人 就沒有這件事 這個就是一個 不公平 又或者不是那麼公義的地方所在 一般的打工仔 是很難 是儲錢去買到樓 我們不要因為 很少數的社會 精英他們的奮鬥故事 就當成了 全社會 都可以通過這條路 向上流動 很美麗的想像 但是現實很殘酷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以現在新經屋法 他的計婚制度 單身或者兩夫妻 是很難上到樓 那怕這次有五千二百幾個單位 但是 也相信 申請的人 也不在少數 如果兩夫妻 那怕兩夫也好 他們的分數 也不會很高 甚至不會排得很前 他們上到樓的機會 也不是太大 就是說 有些人想住一生 他們就很難上到樓 有些家庭 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 又有長者 又有成人 人比較多 他真的不可以住一生 但是他最有條件 是上樓去京屋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資源錯配 當然 以上的推斷 就是根據過往 京屋申請的歷史得出來的結論 或者得出來的評估 到底在新的京屋法之下 會不會出現資源錯配的情況 機會有多高 現階段 我也不敢說得很實 也要看現在申請的數字 儘管現在剛剛開始申請 未必作準 根據房屋局統計 接接2021年7月29日 他們一共收到519份申請 齊備文件申請有387份 欠交申請文件有132份 以齊備文件申請家團結構統計 兩人家團有65份 三人家團有56份 四人家團有36份 五人家團有4份 六人家團有1份 七人以上未有 一齊備文件的個人申請 一共有225份 截至現時為止 以兩人家團申請 暫時比較多一些 但是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也是剛剛開始申請 無奈 這個比例 是不是最終的比例 現在也是說不定的 根據過去的經驗 就告訴我們 申請的家團 他的成員人數越多 他上樓的機會就越高 但是新法之下 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需要持續觀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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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